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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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tu Hadi Shib Kim 吃蛇羹肉 吃螺蟻飯 和那間餐廳加入菊花花給你 不只是吃檸檬腺的 不是 ٹ drife 還加入菊花花花給你 都變熟了 那間餐廳 нельзя 那間餐廳最棒是可以在這個 DRF 有滋腸吃啊 是啊 真是有麥香腸吃 講起都是黑肚餓 大家都知道哪一家 很多都吃過 但是現在沒有的 我都挺追這些東西來吃的 因為你去了別的地方不是那麼容易吃到的 嘩 這些傢伙聽到嚇死他們啊 大家都吃蛇 是啊 我看到這個新聞我就覺得開心了 就是科學家提議那些人吃蛇 OK 這樣沒問題啊 對我來說沒有難度啊 蛇吃開 不過有時候蛇羹就賣得貴一點而已 是不是 我也挺追的 我記得我會在灣仔那裡找 尤其是在觀塘那裡我又找 宜安街那裡 觀塘現在還搞 是啊 就算我去到大埔也有的 我就知道 甚至乎小時候也看過當眾湯蛇 其實你說後來講的蛇是養的 都不是什麼新聞的了 就是大家都發覺就是 適養的其實也未必很難養 OK 其實現在剛剛這個 就是這個好像現在西方世界漁夢初醒發現 建議大家吃蛇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來自幾種好處的 對我們來講 蛇懶是說到又補身又成的 甚至乎又撞到羊的這些東西 這些我們不要理 就是我們經常有的印象 蛇就不是進入日常的鮮食的 但是現在在其中一個 是不是來自澳洲的一個團隊的研究 就是要看回了 應該不止的 他就建議說 不如人類可以考慮吃蛇 吃蛇有幾個好處 不只是為保身 就是說蛇生得快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經常講一些未來的食物呢 就是盡量可不可以選一件東西 就是那個營養又齊 又生得快 碳排放低 然後那個東西就變成了我們的食物了 其中有一個就是要吃蜜皮蟲 吃蟲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也都是貪它生得快 還有就是相對的營養比較好 還有就是說它沒有太多的古怪的蛋白質 引起人家的過敏反應 這是其中一個考量 其實我們繼續可以在我們的周圍大自然環境裡找到 哪一些的生物 它是長肉長得多 然後你養的時候比較容易 它是生得快的呢 有數得計的 最後發覺原來吃牛 吃羊 那些是對碳排放高的 又不是人人肯吃齋的 OK 如果你是需要一些有肉的東西 昆蟲又給不了你很多 現在就發覺看到 不如想到吃蛇了 我們都知道蛇是冷血的 直接是令到它們那個 在它整個新陳代謝的時候 對於能量消耗是低的 還有蛇就吃得很雜 什麼狗屍垃圾下藍的東西都吃 另外就是對於那個 尤其是大網蛇 長肉長得很快 就是它那個生命周期你要去掌一倍 是很快就可以掌到一倍出來的 所以就說 不如將它變成為一個農業 OK 我們現在畜牧不是養雞鴨鵝 豬牛羊 就養蛇 大量養蛇 還要養一些很粗粗的大網蛇 接著給一些很下藍的東西去吃 當然那些治療就最好乾淨一些 不要這樣 然後就圈養著它 令到病少一些 就專門在冬天冬眠的時候就劏它出來吃 然後就說 出來那個 對地球那個碳排放可以壓到低之餘 也都是我們有穩定的肉類可以供應壓這樣 但是我們要講回其它動物 為什麼對那個環境的破案這麼大呢? 其中一個是牛 牛有兩樣東西對生態影響很大 第一樣是它放屁 我們以前講過很多 第二樣是它吃草 它吃草的量要很多 是的 那變成了 你譬如說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亞馬遜 就是前任那個巴西總共不是要剷走森林的嗎? 就是剷部分森林 亞馬遜的原因就是要變成草地 就是去養 因為巴西出產的牛肉相當之厲害的 香港原來那個消費 巴西牛肉一寸 巴西牛肉是第一位的 其實不止牛肉 連巴西的雞翼 豬扒那些 其實我們香港吃很多的 你說香港人吃的那些雞翼的來源 其實很多都是來自巴西的 那豬呢 也都是大問題了 豬的污染也很厲害的 那個豬腸 豬睡 和豬洗澡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用和牛洗澡 我又覺得奇怪 為什麼和豬洗澡呢? 那沒有的 牛比起豬就牛沒有那麼喜歡下來辦那裡洗澡 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其實牛和豬這些 這些比較體型大的動物 溫血的動物 它那個長肉的周期比較長 尤其是豬都還好一些 為什麼豬肉會便宜一些 它吃得比較雜 但是牛這些 你要一直一直吃草的那些 它長肉相對長得沒有那麼快 所以呢 對於 我們常常會計算這條數的就是 你要每長一公斤的那種肉食 你要給多少的糧食 多少的能量 多少的時間下去呢? 是一個的考量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回頭就想 不如昆蟲 但是其實昆蟲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 選擇更加多了 現在似乎蛇就是另外一種選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就是 香港應該 你說秋風起三蛇肥 三蛇是哪三蛇? 你不會掃到大蟲蛇的 我只是看過山巫 沒大蟲蛇在裡面 是的 是的 金腳帶 類似青竹蛇之類的那些 你是不會有那些什麼大蟲蛇在那裡的 你香港都試過捉到大蟲蛇 但是那些就不會魚拿來吃 還有我想不吃 都有一個原因就是 會不會這些大蟲蛇的肉質可能會腥味比較多 甚至如果你說中國式的食療裡面 它會不會是那些醋 毒那些成份呢? 那這些要請教真的熟的朋友去告訴我們 你問我 就算那些人真的養到那個網蛇肉出來 做一塊網蛇扒給你 那你是否可以作為一種餐餐吃的肉呢? 那我自己也不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知道的 如果對於西方研究它 哪會跟你研究這堆想的東西呢? 它見有人吃 見生肉生得快就提議你去吃的了 那我預備這個節目以前我特意搜尋一下的 世界上哪個國家的人比較有系統有傳統地去吃這個網蛇的肉呢? 台長你猜不猜到哪裡? 它這裡有蛇啊 泰國和越南 還有另外去到那個烏茲別克那些地方 都有這種叫做敲大網蛇肉的文化的 將它做成一串串 用很多醃料醃它當羊肉那樣來吃也有 那整塊扒那樣 如果說泰國那些 整塊扒那樣給你去煎來吃也有 蛇扒嗎? 是的 而且蛇扒站在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蛇扒它未必很闊 但是它很長 你夠薑去買一塊兩米長的蛇扒來吃 是一件過的 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你其他動物的肉很難做到這樣了 但是這個有些文化因素的 你告訴你 那些人是蛇 就有些人吃了就吐出來 這個不奇怪的 不過如果你說這樣 那你還想起其它 你吃了田鼠啊 吃了蝙蝠啊 吃了蝙蝠啊 就是有太多這樣的東西在那裡 難怪我們撇開一樣東西 因為有些人會挑戰我們 咦?那你之前那些什麼蝙蝠啊 野氣那個新冠病毒呢? 我們先撇除了這件事 因為如果你到了它是貨物 就是說圈養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件事來的 是的 就是說你吃野生的三文魚 和這個圈養的三文魚 那寄生蟲的量都有分別了 是不是? 就是這裏就令到為什麼 日本人一開始是不太吃這些三文魚 大家都是用衛生理由去看的 但是到現在是 你見挪威那些圈養都一樣很乾淨的 大家就照樣吃了 那不止的 你就算現在的蛇 你都想乾淨一點 沒那麼麻煩 你都可以做圈養 我想最大的問題 不是說你吃什麼的蜜種 而是那個蜜種你拿回來的過程 是不是一個很不受控制的野生的過程 還是在一個已經既定的環境裡做圈養 就決定到它那個衛生程度的高低 是啊 那對於比如說中國人來說 我相信就不是一個問題的 如果解決到那個糧食的情況 它什麼都吃的 是不是? 你看到什麼都拿來吃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探討另一個樣的 就是 比如說解決那個人類的糧食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要有一些工業化的方法去解決呢? 就是解決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圈養這麼多的大網舍 那這個企業來了 你不要管它是否燙得好 不要吃的情況之下 是啊 那最後你就是想一下一個什麼的工序 來將它大量的生產 那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不要說到它吃這些動物先 其實我們有提過一件事就是說 未來世界的農業呢 就不一定是我們現在看的那種 在一個二維平面鋪開的農業來的 它是將會搭在一個工廠一層層的農業來的 就是你變成種菜是一種工業式的生產 其實就好看你就是說 怎樣找一個方法去壓縮它的生產成本 那現在看到的似乎 蛇是應該比較容易做那個成本的壓縮的 就是它需要的那個生長的條件 還有它需要給進去餵置的食物 還有我想一個可能更大的關注問題就是 你怎樣控制它不要那麼容易有傳染病去傳開 或者有其他寄生蟲的重環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相信就是說 以我們這樣天真地去想 現在就沒有人去想將蛇變成一種 其實都是市場上面沒有這樣的需要 就是其實你如果說我們現在吃的蛇羹 你都看到已經開始因為那個要應市的關係 也都有人將這些專門吃的三蛇 是大量地去生產 就是已經在一個農場裡面去養 那如果你說到網蛇這件事情都可以推廣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是對於我作為一個會試的人來說 我最關心就是它的肉質氣味 還有對我的身體 會不會是可以成為一種長期食用的糧食 我是最關注這件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是可以解決的話 最後我都覺得幾容易做到 就是它的生產成本不會高得去哪裡 有人在做的 我自己去泰國的時候也看過那些蛇 養鱷魚也有人養 你說去到泰國 有人吃的 是的 柬埔寨這些 鱷魚已經是有人養了 何況 我都何況網蛇呢 是不是 那裡蛇的農場就很簡單 你就去玩吧 被雷蛇你摸一下 我不知道它拿出來就要吃了 但是大條鱷魚上來很大人害怕的 是啊是啊 大條鱷魚上來 是啊 是死人的 真的 那你可以搞一個就是蛇的BBQ 有幾十人在那裡 看著蛇 湯給你 然後大家就去BBQ去燒 但是你知道這條大網蛇怎麼吃它的食物呢? 你說你養那條蛇 大網蛇啊 是啊是啊 它直接是整隻羊可以吞到肚子裡 是啊是啊 當然你如果作為一個圈養的那些大網蛇 你就不會給那麼好送給它 當然不會啦 通常讓它快一點吸收 快一點掌肉 就不用消化那麼久 不用吐那麼久 還有你如果是那些東西 就是整隻小牛小羊小鹿 整隻上的 那你上面毛又沒拔 腸又沒挑 接著又多幾生蟲的話 那其實就是只會自己吃 就是最後你吃蛇肉本身就會更加 就是會髒一點 那有些人喜歡吃野味的 就是覺得這樣才夠那個營養 我們完成了四節的科學新職 我們接下來就是科學會一錄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又會跟大家講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ん?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就大吵大賴要下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 Shape Shifter 的東西 紀圖, 你怎麼看? 這東西其實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 Shape 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 Shape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這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 YouTube 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 YouTube 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東西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我來一次, 對不起